我們就來開我的LB摔死 這趟旅程很多再多 是我們的火車被取消 好久不見 我一直在想說我第一 重新開始會用什麼來當開頭 本來想說來拍日常 可是我覺得我拍了一下 之後覺得日常太無聊了 所以我們今天第一集就是 我跟臭宅兩個人來 阿爾卑斯山區滑雪 然後我們現在兩個人都 著裝在我們的 阿爾卑斯山區滑雪 MBMB裡面 然後呢 這是我第一次在法國滑雪 我之前有滑雪過 然後這個雪區是 他在十年前之前有來 所以他想要重溫 然後也是我們 交往 結婚這幾年第三次 一起出門 然後我真的覺得 在COVID過後 第一次搭飛機 或是什麼罷工 這趟旅程真的是 非常的艱辛 那就聽我娓娓道來 現在我們要出門去滑雪了 現在是早上的十點 出發 我們就來看我等一下會被摔死 耶 我所有的裝備都在 在網路上就已經先訂好了 所以現場就是 兩尺寸 Fake smile 現在是下午兩點 下午兩點半 然後我們 早上滑了雪後 去餐廳吃飯玩 餐廳的人說今天 不太適合滑雪 因為一直在下雪 所以雪就 地上的雪太鬆了 所以滑起來的話 不夠 不夠扎實 然後 這個先生他現在 肚子又不舒服了 就是 腸躁症患者 肚子不舒服 所以我們先採購完 我們這幾天要吃的晚餐 這裡的餐廳 真的是 爆炸粿 每間餐廳的評價都超高的 就差不多都四顆星以上 然後 服務也蠻好的 東西也蠻好吃的 可是價格就是非常的 不可愛 一個沙拉 凱撒沙拉吧 最簡單的沙拉是 15到18歐 所以我們昨天吃了 簡單的晚餐 只有吃 普拉 今天中午也只有吃 普拉加一個飲料 昨天是吃 30 How much yesterday's lunch Do you remember 36 32吧 還是36 忘記 然後今天的午餐 我們各點了一杯喝的 再加一個 主餐 他點沙拉 我點炸魚薯條 這樣子要41歐 我本來想說可以每天就是吃 一餐吃那個餐廳的 結果我看到這幾天 我們還是乖乖的 在AMBMB裡面煮飯就好了 實在是太貴了 所以我們剛剛去超市 買了一些 這幾天的晚餐 然後現在要走回去 我們的AMBMB 然後看下午這位先生的狀態 有沒有比較好 如果有比較好 我們就再去滑 如果沒有比較好 我們就 看著辦 逛街吧 樓下有一條 主幹道是賣紀念品的 所以就會去那邊逛一逛 然後我們的BMB 在最上面 在這個雪區的最頂端 所以我們要從這個雪區的最下 走到最上 我現在一個人搭著纜車 只要上去山上 因為 錯在的滑 欸 他帶著他的雪區上去 然後因為我的腳有一點 摩擦 然後有一點騎水泡 所以 我們怕水泡破掉 所以今天 我今天就先這樣 可是我還是想去上面看一下 我就跟著他上去 可是是分開上去的 然後其實我很怕搭纜車 我現在還自己搭 好冷喔 現在又開始下雪了 天氣不是很好 所以 錯在說他 花一次下來之後 我們就 再回去 大家早安 今天是第二天 然後 昨天是我們 第一次下去雪場花 然後我好像還沒有講說 為什麼我會說這趟旅程 很多災多難吧 因為呢 就是在我們出發前的兩天 就是我們的火車被取消 可是因為我們是從諾曼蒂 搭飛機到里昂 然後我們在從里昂搭火車轉到 呃 Gnoble 所以 中間那段 對我來說我覺得 被取消無所謂 反正總是有辦法可以 到達得了 只要飛機沒被取消就好了 好啦 就是 殊不知就是烏鴉嘴 呸呸呸呸呸 我們在婆婆家的時候 我們就收到簡訊說 我們的搬機 因為什麼 飛航安全 而被取消 可是 我們買的是 法國 航空 法國航空還不錯 就是 他雖然把我們的搬機也取消了 可是他有另外再加補給我們 另外一班飛機 就是下午的飛機 然後我們到了機場後 我們才覺得說 是不是 搭乘率沒有很高 所以他們才把 早上的飛機取消 逼迫早上的人要 就是要 集中到下午的飛機裡面 因為我們那班飛機也是沒有滿 所以可見 我們早上的飛機應該也不會滿 所以他才把早上的人 我猜的啦 我也不知道 我猜的 我不知道我們該說幸運還是不幸運 就是我們這樣子被取消 然後沒有轉換又改註冊什麼的 我們才覺得 現在這個狀況才是對的 如果是照原本的 原本的計畫的行程的話 應該會非常的累 所以我不知道 我們現在應該是 幸運呢 還是不幸 好 那昨天的影片的片段 你們也看到了 就是 昨天是一個 在這裡應該算是爛天氣吧 就是如果在我們那邊爛天氣是下雨的話 這邊的爛天氣應該就是 下雪 然後天氣不好 就是都陰陰的 昨天下了一整天的雪 從早上起床到下午 然後雪只有越來越大的趨勢 就是時下時不下 今天第二天 第二天我們就有看氣象預告 今天跟明天 我們滑的這 後面這兩天 是不會有下雪的 然後 然後也可以看得到 今天的天氣 非常非常好 就是看得到山人啊 然後天空是藍的 也看得到飛機 昨天真的完全看不到 我昨天自己有搭纜車上去 然後 真的是能見度非常的差 然後阿臭仔是搭上去 又自己滑下來 他說 滑下來的能見度非常的差 他疊了一個很大的膠 他跟我說他疊了一個很大的膠 疊到後面的人都停下來 說你還好嗎 我看我今天可以進步到什麼程度 我昨天 我真的覺得 千萬不要叫 會滑雪的男朋友 我覺得女朋友可能還行 男朋友 真是 不要叫他們教你滑雪 我昨天真的覺得 他在教我滑雪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你是在開我玩笑嗎 我沒有滑過雙板 我之前有滑過Snowball 但是Snowball我也沒有成功 所以我第一次滑雙板 說實在雙板真的是比單板簡單 可是他的那個教法就是 全部基礎就教你一次 然後讓你滑一次 然後就把我帶到 我覺得是山丘的地方 我想要在緩坡 就是在很緩的那種坡 就是你坐著不會往下滾的那種坡 他就把我帶到我坐下會往下滾 人會往下滾 不是往下滑 我坐著會往下滾的那種斜度 我說我一定要 這麼拚嗎 他就回我一句說 你在那邊學人知道學到什麼時候 不是啊 那就慢慢學就好了 為什麼要速成班 可是我覺得我還蠻有天分的 可能是我 因為我會滑那個 我會滑 我會流冰 我會滑 直排輪 所以就 我覺得那個滑起來感覺 我覺得滑雪比較沒有那麼可怕 我反而覺得滑雪比較沒有那麼可怕 我昨天會滑L了 然後我今天希望我可以 S轉 就是兩個轉 然後不會跌倒 然後跌倒可以知道怎麼站起來 我昨天真的站不太起來 然後我們今天早上兩個人都是 筋骨很痛 我就來看今天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決定吃完午餐再出門 因為也不可能滑雪滑那麼久 這是我們昨天的經驗 所以我們現在 今天跟明天就是 我們吃完午餐 早點吃完午餐 然後下去滑 滑到大概五六點 再走回來 因為我們的MBMB在 蠻高的地方 所以要走回來很麻煩 我們去嘗試看 好久不見 要走回來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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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最後一天 然后昨天一整天都忘了戴相机出门 所以没有昨天的片段 戴我練鞋兩天之後 昨天終於有一點點稍微抓到訣竅 就是我沒有在鞋坡上 小鞋坡上面跌倒了 然後 我就跟 因為我一直都很想搭那種 懸吊式的 那個 纜車上去山上 就可以看風景 因為我第一天搭上去的時候 就是搭包廂式的嘛 所以昨天臭彩就說 我們現在就穿著裝備上去 然後我不用滑下來 我只要上去之後 拍完照 再搭著那種包廂式的纜車 自己再搭下來 然後他會從山上滑下來 然後我就想說好 結果我們就上去了嘛 風景很漂亮結果到了半路之後 他就跟我說 綠線在旁邊 你要不要往下滑滑看 你都上來了綠線是給初學者的 我覺得你可以滑滑看 沒有很陡 我覺得你應該滑得下去 我一開始就很抗拒啊 因為我很怕我摔死 摔到 壓一下 然後一路往下滑到三腰 滑到三下這樣 然後他就說不會不會 我會在你旁邊 所以你不用擔心 你不用緊張 好啦 我可能衝著也是堵一口氣吧 我想說我都最後一天了 因為昨天是最後一天嘛 好 然後我就往下滑了 這是摔到一個不行欸 而且好可怕 就是他已經不是在三下 就是你跌倒就算了 這個跌倒或是 稍微一個沒有控制好 重心的話 就是會往下摔到三下 的那個程度 因為旁邊是 峭壁嘛 我們就這樣一路滑 慢慢滑 滑了45分鐘吧 然後我這中間摔了大概 六到八次 我已經數不清了 然後還有一次是一個 在一個很大的斜坡 超大的斜坡 然後 我完全停不下來 就直線往下這樣 往下衝 然後衝到 我的衣服裡面都是冰塊 然後整個人摔到是 就是 180度 我的頭在下面 然後腳在上面 然後臭仔就說 你要不要 我看得好害怕喔 你要不要用屁股 往下滑到三下 我說用屁股滑 我要滑到什麼時候 然後我才可以下山啊 然後我還是慢慢的這樣往下滑 然後 我在這個中間過程 我發現 其實我不太會煞車 呵 我是在 下山的這個中間 才學會到 怎麼樣把重心平均放在兩隻腳 然後怎麼樣才是正確的煞車 難怪我之前在那個 煞車的時候都煞不太下來 原來我就是沒有學得非常好 沒辦法我教練太爛了 anyway我還是平平安安的到了山下 然後 成功的 沒有 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太嚴重的傷 雖然還是跌了很多次 但我現在早上 我的腳就覺得怪怪的 腳 膝蓋跟腳踝都覺得怪怪的 今天做要回家了 然後 今天一半五 我們是晚上的八點 八點 八點幾分的飛機 十點才會到空 然後我們還要再搭車 開車回家 到家可能已經十一點多了吧 我們現在要去逛 Gnoble的市區 然後待到下午 才搭火車去直接去機場 這也算是人生的體驗啊 啊我還沒有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MBMB 來Room tour一下好了 這是我們進來的玄關 從玄關進來之後看到就是 有山的風景 陽台 然後這張是沙發床 這裡有簡易的廚房 跟一個小餐桌 然後 它都是有餐具跟 跟 碗盤的 然後也有洗碗機 然後因為在山上這裡很有名的是 那個Huckley Cheese 就是烤起司 所以這裡有很多那個 Huckley的工具 後面還有保鮮盒 冰箱 然後 因為我們是住頂樓的樣子 所以 我們是樓中樓 這邊是往二樓的路上 這邊就是我們的 臥室 然後 這個是可以關起來的 我覺得這件MBMB還不錯 可是 它有個確定就讓我沒有辦法接受 是 它的床單 它的床是沒有床單的 沒有棉被套的 所以我們是 直接睡在這個上面 枕頭也沒有枕頭套 然後這些東西要另外再加錢 我是在出發前我才 前一天我才看到說 欸 它沒有附棉被套跟枕頭套 然後我就有點傻眼 我想說應該不會真的完全沒有這樣裸碎吧 可是還真的是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不是很難清潔嗎 然後 我就覺得說你裝個棉被套 會整個 你可以把錢直接加進去裡面啊 為什麼 為什麼要用這個方式 唉麻煩 反正只有這個部分我不太喜歡 這鎖 浴室 外面的view是這個樣子 超小的路 有一台鄉行車要過來了 有一台鄉行車要過來了 有倒出來啦 有倒出來啦 我可以聽到嗎 楊鍋 那一台鄉行車 想要浮誘 那一台鄉行車 真香 就是 阿 然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